路透社27号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当天表示 美国尚未看到任何迹象 表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年度和力量训练 可能是为真正的实战部署做掩护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6号消息 俄罗斯军方当天举行了战略威慑力量训练 并完成全部训练任务 俄总统普京观看了此次训练 俄美报道称 此次演习只在回应北约于17号开始 为期约两周的坚定政务核威慑演习 在此次演习中 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图拉号核潜艇 以及图95MS战略轰炸机均有亮相 一些西方官员由此表示 他们相信从这次演习中会发现 俄罗斯准备使用这种武器的迹象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27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让我们相信这是某种掩护活动 此外针对有关俄罗斯 可能使用低当量战术核武器 美国及其盟友会为此 做哪些应对准备的问题 奥斯汀拒绝置评 仅表示美国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国际社会会对此 做出非常重大的反应 就在奥斯汀做出此番表态的前一天 美国政治报网站爆料称 美国已加快向欧洲的北约基地 部署更精准的核武器 B-611-12新型核弹 报道援引一份外交文件 和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 在本月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后 美国官员已告诉北约盟友 B-611-12新型核弹 将在今年12月抵达欧洲进行部署 而按照原计划 这款核武器在欧洲的部署时间 应为2023年春天 B-611核弹已在美军服役60余年 B-611-12是B-611核弹 延寿计划的最新型号 安装全新精确制导 尾翼组件和新型制导系统 按照设计 该核弹能够由美国和其他 北约成员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携带